檢閱一下 好不好 來 首先第一個 這個應該是針對真理的吧 對 我老公都說 快被他們兩個吃垮了 吃垮了 難怪老公一直在帶垮啊 實量很大很大嗎 其實還滿大的耶 因為像我兒子 他可以吃一個大人的便當 然後吃完 吃光光 然後還再吃我的便當的一半的飯 是可愛耶 那可是他有時候還會吃到就是 吃吃 我說你幹嘛 他說我不舒服 要去吐 吃太多了 吃到吐 你知道嗎 就是一直吃 一直在吃 他沒有辦法控制 所以現在我就是會有特別的 去要求他 就是可能一餐不要吃太多 那像在學校我就有說 跟老師講說 因為他吃 希望他運動 就是多運動一下 就叫老師叫他去 可能跑個操場啊 帶他運動 然後老師就回來跟我講說 你覺得還要再給他跑嗎 又來 又再吃 然後又再繼續吃 對 我女兒我覺得要這個公斤 不是平白得來的啊 我跟你講 他真的很會吃 有時候我們這樣子 大家就是朋友聚餐喔 他可以吃他的吃完 他還會看著我的那一份 然後就說媽媽 你要留一半給我喔 我真的知道 對 要留一半給... 對 然後再來他要喝飲料 然後他要都很完整喔 一個套組很完整 然後再加甜點 很厲害 很誇張 那那個水餃啊 我們一般說是正常的水餃嘛 我跟你講正常的水餃 他可以吃到十五六顆 怎麼可能 真的 我面對 真的 十五六顆連我都覺得 稍微撐了耶 還好我沒有覺得剛好 OK的 所以你完全了解我在講 完全了解Marie的感覺 OK 你們根本就無底洞 對 真的喔 然後有時候他會說 媽媽 我覺得這樣好像還不太重 我幫我叫個炸醬麵 這炸醬麵他可以再吃掉半碗 對 可是其實文碗的孩子 他的孩子是正常的食量 他這個年齡是正常的食量 但是你吃得太少 真的 他這個食量 如果你真的希望幫他 就是打一個九折 譬如說你的水餃 本來是十五顆 變成十二顆 這樣就可以了 真的假的 他真的是正常的量 可是他水餃吃完 還要再吃炸醬麵 對 然後再來就是他選的東西 因為第一個你選的都是水餃 炸醬麵 義大利麵 你知道那些都是混合類的 都是屬於高熱量的東西 可是他的食量 就一個這樣的年紀到青春期 真的算正常 但是每一種年齡的小孩 我們都要關起 綠婷一歲三個月 我好看你們不跟我互動 不會互動 你不要擔心 對啊 你這樣 我們全部要關切一下 所以你的小孩 那個食量可以大到什麼程度 我先問一個問題 好 就是食量這件事是會遺傳的嗎 對啊 一定會 食量會遺傳 那就是我害到他 因為我超會吃 你會吃 你知道那胡鬚章那時候剛開 他有那種新店 粉店剛開 他都會在外面貼說飯免費 然後我就進去點一盤青菜 可是我可以點八碗飯 為什麼你不胖 因為代謝女孩 我覺得她是代謝女孩 可是我這幾年有常在二國 因為生完小孩 真的沒有時間運動 我就有開始有一點點胖 妳現在哪有胖啊 你看他的腳就很想揍 對 他的腳要靠你 我以前就是被颱風就是牽制的那種 我現在可以抗痕子 可以抗痕子 現在可以抗痕子 對 就在想說我兒子的食量 是不是被我影響 因為他就是 像現在他這個歲數 差不多三四個小時 我會餵他吃吃稀飯 譬如說九點要睡覺 他七點半才吃那一碗稀飯 那睡前我會讓他喝那個睡前奶 我都泡180 他也是可以喝光 180滿多的耶 而且之中他有吃嬰兒餅乾 然後養樂多你給他 他會用生命把他喝光 用生命 你就是要阻止他 你要先喝一半 然後再給他 他會把剩下來喝 你不能全部給他 你不要什麼都照單 你就這樣跟老公聊個天 一轉頭就沒了 沒有 差不多一下 我覺得多多 我不是... 我個人的經驗 我覺得多多真的可以少喝就少喝 因為他都很胖 因為我覺得有一段 我女兒會後來很胖對不對 到今天這個成果 大部分其實有時候是多多 因為我那時候一直覺得說 他好像有點肉肉 然後呢 上廁所不是很OK 就喝那個 就是那個酵母菌嘛 多多 你看 越喝越胖 因為他好甜 我是不願他喝都是我老公 因為你知道男生不太會知道說 要怎麼讓小孩停止 因為我們會想要講道理給他聽 他就會說 買多多好不好 有一種那時候他才會 好 他就覺得這樣是一個有用方法 所以就三不五時就多多 但是我覺得小孩子 他對於吃這些事情 他是阻不下來的 那醫生可以回答我 胃會被承大嗎 一個食物到你身體裡面 其實有四個步驟 第一個 我們只講到第一個吃進去 跟最後一個消耗掉的嘛 剛剛講運動 消耗掉 可是中間還有第二個步驟 就是你吃到肚子裡 你吸收了多少 很多人吃得多 拉得多 進去100 拉到90 他其實身體沒吸收到多少 第三個就是剛剛講新陳代謝 你吸收到身體裡面 你利用了多少 很多人他進去身體利用率很高 所以他都是肌肉都很強健 然後他其實代謝很快 但是到我們這個中年以後 我們的代謝就變慢 我們利用率就變差了 所以就一直囤積在我們身體裡面 變成脂肪 然後最後一個才去消耗 所以除了頭尾之外 中間這兩個有一點點 跟你吃的飲食有關 當然也有跟你的基因有關係 所以一個回答剛剛的問題 很多小孩子吃吃吃吃吃 然後好像都無止盡人這樣吃 到底問題出在哪裡 我大概可以歸納四個邏輯 第一個就是他小時候被制約了 因為從小大家媽媽就跟他說 吃完 吃光... 他很乖 很聽話 所以今天每次來什麼東西 他就把它乾杯 然後晚上吃得乾乾淨淨 然後看我全部吃光光 以前我真的有一個同學 他就是那個制約到現在還在 他出去外面吃 他要把那個盤子舔乾淨 然後就是他就覺得很滿足 沒有人逼他 但是他覺得很滿足 好像覺得他從小就被這樣要求 他超棒的 所以這是第一個 就是他可能被媽媽制約了 第二個就是剛剛講 吃的東西裡面 你裡面那些香料啊 那些肉筋啊什麼 是不是會勾引你 讓你越吃越多 之前我們不是節目上 有做那個煎牛排的實驗嗎 用那個怎麼家裡媽媽煎的牛排 怎麼跟外面味道聞起來都不一樣 所以你說 對 你說同樣兩塊牛肉 你怎麼處理 會決定這孩子攝取的熱量 他可能吃一堆 媽媽那個就吃半塊牛排 那你意思就是說 我們盡量做難吃一點嗎 這是有可能 這個方法 反過來講 有沒有在拚啊 其實你知道嗎 我們家東西 我兒子你不要這樣看 他這麼胖 其實他還滿挑食的 他有挑食 他有挑食 他真的挑食 他就專挑飯跟肉吃啊 他已經挑食過後的結果 是這樣 對 因為他就專吃肉啊 然後不然就是吃那個飯 然後焦什麼菜汁啊幹嘛 去醬汁啊 對 所以那個香料 第一道是我剛剛認為 第二個讓你覺得 孩子好像無底洞 第二個原因 那第三個就是吃 暴飲 吃太快了 有些小孩子 暴飲暴死 結果他腦袋的那個 飽食中樞 根本還沒有感受 所以他在那個很短的時間 他已經吃 他平常過量了 就是吃太快 所以我們小朋友 吃快一點...沒有 然後細腳慢一點 對不對 這個大家都了解 那最後一個就是 那等一下 這個問題我可以提問嗎 好 請說 好 我也有這個觀念 所以我就告訴我女兒說 你要慢慢的吃 然後要少量多餐 然後就是飯桌嘛 然後吃一吃呢 他就說 他就停下來了 他說我飽了 我說你飽啦 那OK 那我收一收囉 他說等一下 讓我休息一下 我再吃 那我就心裡想說 那少量多餐 那我不應該... 他這樣是正確的嘛 好 那你過一會兒再吃 他就這樣待會兒... 他可以吃大概三 四個鐘頭 我說真的喔 然後到最後一個結尾 他就講說 媽媽 我覺得好像不太夠 你可不可以再去幫我弄一個麵 所以我現在不懂了是說 那我到底要...你一口氣 然後我最近執行一個 我就說Marine 我告訴你 你就這個時間 就你吃飯的時間 你就一次把它搞定 吃飽了 接下來沒了... 因為我發現無窮無盡耶 對 現在我規定我女兒就是 吃東西你要繳三十項才可以 吞下去 因為我們家吃飯也是吃很快 所以我就說開始算 他吃飯就在旁邊算... 好 可以吞下去了 這樣他以後長 那他的心裡可能會不太舒服 可是因為這樣子... 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他就是在那一餐飯 他可能會吃稍微久一點 可是他吃完之後 他知道家裡現在是什麼都沒有了 我們家現在既沒有零食 也沒有麵包 早餐就是早上才買 或是早上才做麵包 就是都找到一個對付好的方法 對 然後就是打開抽屜 如果看到泡麵 一律都是辣的 他們也不吃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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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開抽屜 如果看到泡麵 沒有... 就是這樣囉 因為最後只能變成這樣子 因為我說我半夜會餓 可是變成我也不能吃零食的 其實少量多餐 絕對不適合減重 因為大家不是營養師 沒有辦法精算每一次的少量 是多少量 所以最後我都會跟你們講 就是吃飽正餐 你就不要再吃零食 可以吃零食 但是你要跟小朋友溝通 小朋友其實到了一定年紀 是可以溝通的 那會把正餐當零食怎麼辦 吃完正餐後立刻吃點心 譬如說他今天以前有四樣 愛吃的點心 可是你就給他一個容許度 因為他有時候不可能從 每一天都有 變成一個禮拜都沒有 不可能 但是你可以把頻率下降 那你可以跟他溝通 譬如說你吃完這個正餐 我就給你吃多少的零食 但是那零食的量 是可以打折的 那但是你就是那個正餐吃完以後 到了下一個正餐 是沒有再點心 點心就是跟著你吃完正餐後 立刻吃 不是什麼三點啊 四點不需要 你就是正餐吃完以後 然後他就接下來他就是正常的休息啦 要不然一直吃東西 一直沒有辦法休息這樣子 而且剛剛其實那個 營養師有講一個很重點就是 其實我們一般人很少去算他的熱量 對啊 所以我要講一個研究 就是有些人在減中的過程當中 他們發現說 在下午的時候 如果那個孩子有吃健康的零食 不是零食啦 應該說健康的點心的話 他其實晚上那一餐 比較不會吃那麼多 所以他用那樣整天去算起來 他發現做了一個點心 他整天的總熱量是降低的 這樣就OK 那你就達到你剛剛講的效果 雖然他是少量多餐 但總熱量是比一次 劈哩啪啪吃一大堆還要好 所以這是一個方法 但是你就要去算 你不能說下午給他點心 就點心因為熱量就超高 然後到晚上他又開始再吃一輪 那你最後變成四餐 那熱量又比之前三餐還要多 那就本末倒置了 所以我讓他們兩個跑步 然後跑步的時候 就跟他講你跑五分鐘 你看這個是卡洛璃 所以你消耗多餐 那姊姊就在意了 所以現在吃東西姊姊會看卡洛璃 對 第一個心態 那弟弟是用就是 你再吃 我就叫你去跑喔 你就快跑 對… 然後一定的話 要跑十分鐘他就 跑好快 現在弟弟只能用這個方法 所以這幾種方法 以外其實應該再總結 那個營養師還有什麼方法 譬如說 有人說牛奶不要當水喝 對 其實有時候我們看 就是我有一次評估一個小朋友 我評估老人半天 我就想說你到底在胖什麼 因為他是小學六年級 然後八十幾公斤 然後我一直後來評估到最後 我才發現原來他把牛奶當水喝 他一天可以喝家庭號 家庭號是兩公升嘛 他一天可以喝兩公升的家庭號 天啊 太多了 我們很多 就給大家一個觀念 就是小朋友可以喝牛奶 但是牛奶大概一天 就最多 就不要再更多了 多對他們來講 其實是一個增加腎臟負擔 對於體重也不好 沒錯 那還有哪些點心的原則 就是如果要準備的話 好 如果要準備點心 就是其實點心就是一個 點心不影響正餐 所以點心基本上 是在正餐的10%的熱量 那如果小朋友算多一點 1800卡 一個點心其實只有180卡 180卡其實 往往我們都會多給 譬如說像有時候 我們會給一個波羅麵包 因為有時候他們下課後的那個 課後的 那特別餓 然後他們就會給一個波羅麵包 其實那個大概都可能 接近500卡的熱量 所以重點就是 那像一片蔥牛餅 可能大概300多卡 所以就是重點就是 點心給太多 那如果你要給這麼多的點心 沒關係 但是小朋友的下課後的活動 應該是有一個運動的活動 而不是像現在很多大家都是被 只是從學校接到安親班 然後只是從學校做的 然後到安親班繼續做的 那這樣的型態 就沒有辦法消耗那個 多餘的點心的熱量 所以點心就是 要嘛就是精挑細選 比如說就是跟安親班討論 就是用水果代替 那要嘛就是你自己父母 可能在比如說八點以後 再帶小朋友去走一圈操場 動一動散步散步 消耗那個多餘的熱量 就可以了 好 所以如果大家如果 如果還不怕的話 蘇晴 講一個吃得很過量 然後他的肥胖很嚴重的案例來 我先講有一種 他其實是因為他是一種疾病 剛才除了說食物很好吃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原因之外 其實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那個秦慧珠市議員的小孩妞妞 妞妞小時候就是這樣 妞妞小時候的食量 有大家多驚人 是議員必須把那個冰箱 用鐵鏈鎖起來 因為他如果不鎖起來 他自己會去開冰箱 無論何時代自己開冰箱 而且他們會為了吃騙人喔 比如說他去學校對不對 明明媽媽已經給他吃過早餐 他會跟老師說 媽媽沒有跟他吃早餐 於是說他去騙早餐吃 然後甚至有些這樣的小朋友 他會去騙同學說 那你要不要給我什麼 就是到處吃騙怎麼樣都吃不飽 老師覺得這孩子怎麼了 家裡是虐待他嗎 怎麼都沒有吃東西的感覺 後來才發現他們生病了 他那種就是小胖威力症 然後就有一些小朋友 他是真的失控到 就會去騙吃的 騙什麼 然後甚至這種半夜起來挖冰箱 沒有限制的吃 那真的生病了 可是另外一類是現在比較常見的 就是說因為蟲膩 之前有一個才國中二年級的小男生 他那一次有一次 是因為他肚子非常非常痛 痛到快昏倒 送醫院 就發現他是急性胰臟炎 急性胰臟炎 後來就發現那小朋友 所有的指標都破表 他其實已經有糖尿病了 然後他體重 他才100 這麼小耶 他才100多公分 130幾公分 可是他也是已經有80公斤 180公斤 他非常非常的胖 然後他所有的三高 什麼除了血壓 不知道我們該量 所有都破表 然後想說這小朋友 怎麼會這麼胖 才發現他其實就是隔代教養 因為就是帶去給阿嬤阿公帶 那只有那個寶貝 所以他非常 只要他願意吃都能吃 所以他國二 急性胰臟炎送醫 而且那個時候就已經糖尿病 所以這個要小心一點 後果是很嚴重的 好 所以這個是食量太大的 那第二種呢